被天才小将疯狂追风 黄振东临危不乱 改变打垮 直接让对手杀眼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实行4月16日 2023年 WTT新疆冠军赛 第二个比赛日 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南单16分之一决赛的比赛 是由我国选手黄振东 对正法国天才小将 勒布伦的比赛 完场比赛 黄振东展现出世界第一的硬实力 完全领压对手 比赛开始后 勒布伦很快就取得了1比0的领线 结果黄振东开始发力 很快回进了对手 一个3比0的冲击波实现了运转 过去在面对世界第一 这也让勒布伦似乎有点太紧张了 只见勒布伦在发球的时候 手都在掺斗 不过勒布伦还是展现出不熟的天赋 很快将双方的比分追至3比3占平 当双方战成4比3的时候 只见黄振东发出了一记神级发球 直接得风去扩大领先预设 当勒布伦将比分追至6比9的时候 只见黄振东再次发出了神级发球 拿到了局点 这一球也让勒布伦有点琢磨不透 不过勒布伦也非常弯强 一度将双方的比分追至8比10 关键时刻黄振东再次发力了 只见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黄振东以3凌击笑到了最后 黄振东以11比8先下一层 比赛进入第二局的较量 当双方战成5比4的时候 只见二者进行了激烈的对拼球 不过黄振东以8凌击笑到了最后 这一球也让勒布伦有点绝望了 不过勒布伦也非常弯强 开启了疯狂吹风模式 从10比7到10比9 勒布伦连得两分 将双方的封差破进到只差一分了 关键时刻黄振东沉住了气 只见勒布伦在发球瞬间 被黄振东直接一把拍死了 黄振东以11比9再下一层 比赛进入第三局的较量 当双方战成4比1的时候 只见双方再次进行了疯狂的对拼 在面对勒布伦的连续扩散 只见黄振东改变他话 突然用出了一记神奇的销球 让对手傻眼了 黄振东开局就打了对手一个6比1的开局 结果勒布伦也开始爆发 很快打了黄振东一个3比0的冲击波 去破镜比方 但是黄振东稍住调整又再次爆发了 黄振东回敬了对手 一波5比1的冲击波直接带走了比赛 黄振东以11比5赢下了比赛 最终黄振东以大比分3比0很少对手 成功竞技16前 在面对天才小剑的多多逼勒 黄振东关键时刻总能成功解围 而黄振东多变的打法 才是他征服对手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一下体育生事 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